他會提升生計產業 大家看起來是不是 非常非常的諷刺 還有你怎麼看待 陽明現在被告的這個事情 當然 我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有太多的疑點 太多沒有辦法解釋 太多不合理的事情 不斷的在發生 所以外界才會高度的懷疑說 這中間一定有什麼 見不得人的地方 這中間可能一定有鬼 我們從先前所討論的 你說大興資訊 為什麼會淪落到一家 還有資訊公司來進口衣材 然後接著我們又看到食藥署 在審核的過程當中漏洞百出 這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 各位知道食藥署的工作是什麼 他就是審查食品跟藥物 把關的工作 所以特別是針對 現在我們那麼需要的快篩試劑 對台灣當時來說 快篩試劑等於是 國安戰略的物資 這就是我們國安戰略物資的 審查標準嗎 就是你既然連最基本的 該做的這個背景的查核 你都沒有做 甚至美國上了官網 你沒看到 中間來了這麼多公文 你不當一回事 真的沒看到嗎 然後最後不是食藥署踢爆的 最後不是食藥署發現的 最後是民眾消費者發現了 然後這件事情才爆了 所以這就是秀芳 剛才要問的問題 我想秀芳要問的是 我們每個人都想問的問題 你食藥署真的沒發現嗎 就是從頭到尾有這麼多機會 你可以發現 你為什麼沒發現 一直在警告你 美國都已經提出了警告 然後廠商人家公文都來了 大家不要問了 食藥署的人可是兩劑疫苗 當時是搶著打好打滿的 你不要告訴我說 食藥署全部都染疫了 當時全部都去隔離了 沒這回事 但大家我不能原諒的是 你那時候沒發現 沒發現 沒發現 你到現在還在撒謊 對 然後到現在 到現在人家已經踢爆了 你還騙我們說 那是在美國生產 食藥署再蠢也不會這麼蠢 說真的 他們比我們更專業 我真的不相信說 有蠢到這種地步 隨便去看一下人家官網 然後就說 他的這個地址在哪裡 生產的地方在哪裡 這怎麼會講得通 一點有基本常識的人都知道 這個公司在哪裡 跟他生產地在哪裡 這是兩件事情 他的廠在哪裡是兩件事情 Panasonic的電器產品 不是都在日本生產的 你不要因為他是日本的工廠 這個日本的公司 你就說他是日本製的 沒有 很多地方是馬來西亞生產的 泰國生產的 各地生產的 所以食藥署在這個過程當中 表現得絕對不專業 超級不專業 非常不專業 那麼就讓我們懷疑了 我不相信這麼多不專業的人 都在食藥署 你吳秀梅還這麼囂張的講說 因為你有一個很強的團隊 你會提升我們生技產業 提升了什麼 就是進口了一大堆仿冒的 這個無用的醫療器材 這就是你所謂的提升嗎 那更誇張的一點是講到剛才 楊明被告的這個問題 我要提到的是 為什麼跟食藥署申請 或者是跟衛福部申請 不管是EUA 或者是什麼樣的執照 還要透過顧問公司 是啊 你又不是申請出國代辦 現在申請留學都不一定要代辦 你到底是有什麼理由 中間還要轉一手 我完全沒有聽懂 所以現在怎麼樣 中華民國政府所有各部門 都有特定的管道了 你要申請每一個部門 不同的執照 不同的公文 你通通都需要經過中間的人 來進行轉手嗎 通常有中間人轉手 外界就會有更多的 想像空間存在 就是這個兩個字是不是 對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為什麼 我不管今天邵博士顧問 他的說法 或者是他的律師的說法 至少你們給我們一個說明 是不是現在所有跟食藥署 申請EUA或者是申請指導 都要透過顧問公司 如果不是 為什麼大興要透過你 這理由在哪裡 我不懂 為什麼 高端是不是也有透過顧問公司 所有在台灣 BNT莫德納 都要申請EUA的緊急發放 是不是都要透過顧問公司 小咖的才去顧問公司 大咖的有直通天氣 我真的高度的懷疑 就是說什麼時候中華民國的政府 要淪落到這種地步了 現在還要靠顧問公司 來做中間人 你這個廠商大大方方 正大光明的把資料準備好 送出去不就好了嗎 這跟一翻兩盪眼的事情 怎麼辦呢 這中間不需要經過太多的 什麼遊說 關說 這就是一個很直接的 一個申請過程 又不是要跟拜登通電話 所以不需要打任何的關係 你的產品好 你符合標準 你就可以得到政府發的EUA 尤其是在那個時刻 政府非常缺快篩試劑 說真的 那個時刻是政府求廠商 不見得是廠商求政府了 那為什麼還需要顧問公司 我完全不理解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 打架完之後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